我們接下來再反省一下 我們發覺北美洲這樣的一個國家 這裡是一個現代醫療非常進步的地方 可是為什麼反而那邊的人民 並沒有辦法很健康地走完他們的一生 可見得科技跟醫學的發達 並不一定真正帶給人類健康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醫療的進步並不等於癌症的減少 它中間是沒有關聯性的 我們看到有這麼多先進的醫療技術 像基因療法 因為我個人是學醫學生物化學的 在我讀研究生的時代 這樣的一個經療法 已經慢慢被用在臨床的醫學上面 它已經不是停留在研究的一個技術 它是已經被應用到真正的臨床的醫學 高明的外科手術還有很多的治療方法 以及健康檢查 在現代這些手段都比我們 在1、2、10年前都還要進步很多 然而我們發現癌症並沒有怎麼樣 並沒有減少 反而是年年再怎麼樣再增加 也就是說呢 我們期待的醫學的進步 並沒有真正解決 在某一個角度上來講 沒有真正解決人類健康的問題 而醫療的進步也不等於壽命的延長 這也是我們觀察到的 一般人會有一種錯覺 覺得好像醫療的進步 人類總體的壽命好像增加了 好像增加了 其實這是一種錯覺 我們深度地再去 從醫學的統計來看 我們發現人類平均壽命其實並沒有提升 而是怎麼樣呢 而是嬰兒的死亡率減少 這幾年的發展是嬰兒的死亡率減少 我們看起來好像總體的平均壽命 被拉上來的其實並沒有 事實是這樣子 在美國50年來40歲以後 美國50歲以後的平均壽命 並沒有增加 這個才是事實的真相 所以醫療的進步並沒有如預期的 帶給我們壽命的延長 這是另外一個我們需要省思的地方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對現在的醫療 一定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一些誤解誤區 在美國我們剛剛說到癌症很嚴重 可是它並不是美國人死亡原因的第一位 美國人的死亡原因第一位是心臟病 第二位才是癌症 我們看到四個人當中就一個人死於癌症 但是他還不是第一位 他還是第二位 所以排第一名的心臟病 想必怎麼樣 更多人死於心臟病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癌症 幾個比較有名的癌症 像肺癌 治癌之後呢 五年的存活率大概只有10% 乳腺癌跟脂肪癌存活率大概只有50% 而血癌跟淋巴癌更低 存活率大概只有3% 而我們看到這些數字呢 更令我們訝異的其實不是這個數字 而是呢 臨床上發現這些病治療跟不治療 其實存活率都差不多 這個才是我們關切的一個焦點 也就是說呢 這些病人 你給他積極性的治療跟不治療 其實存活率差不多 那這背後告訴我們什麼 背後告訴我們呢 其實醫療本身呢 並沒有為這些病人帶來 非常實質的幫助 那麼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就了解到 我們就觀察到 醫療器材的進步呢 其實並不等於治療關於 那些病人 也許是可能